這次的情況就是 那個小孩打算爬下來 然後防暴進來推著 見到他吊著 胡椒球體槍開了三槍 射他然後掉了下來 那個16歲少年用手吊在天台邊 有警員用強光照他 他無久掉下來 從另一個角度用慢鏡看 當時有一批防暴警員 在布蘭街和長沙街交界 少年由一間餐廳三樓的天台 掉到旁邊的公園 附近的人隔了一會兒才察覺 事發時有在公園的人 聽到那個少年在天台求救 他說要跳下來叫我接他 我說我不要自己 我們要支持他 去采補你 這樣邊的人隔了 掌握了 這個人才是最緊張的 甚至那一陣子 覺得說要叫做 招禁